陆辰跟裴殿没什么交集 他突然出现在这里 就让陆辰有些不解了 只不过 当他以眼神向金修询问时 金修也嘎嘎的摇了摇头 裴殿从云桥上一路小跑的凑了过来 一脸憨厚的冲着陆辰傻笑道 前辈 你出来了呀 我今天是来拜师的 师父在上请受托儿一拜 裴殿根本不给陆辰说话的时间 上前便是一通乱七八糟的说辞 最后直接跪在了地上 陆辰吓得向旁边一跳 没受裴殿大礼 气苦道 我不是说了不收徒吗 你怎么又来了 再者说 上次你也说了你不能拜师 怎么这次该注意了 你快起来啊 就算你跪上百年 我也不收徒 别呀 我是真心实意的 您就收了我吧 就算你不看在弟子的面子 你也看看小莲的面子呀 裴殿文言 马上摆出一张苦瓜脸 大有一种 你不收我 我就不起来的意思 小莲 陆辰听得一愣 什么小莲 陆辰正疑惑呢 忽然一个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 叔叔 你出关了呀 云桥的另一端 浮现出南郭莲儿的亮影 可是当他看到裴殿时 小莲顿时一崩 裴殿 你又来捣乱 小莲清脆的贺声想过 人也来到了陆辰的身边 指着裴殿对陆辰说道 叔叔 你别搭理他 他就喜欢捣乱 裴殿 你还不起来 叔叔是不会收你的 两人的表现 把陆辰和金修书中玉 看得一愣一愣的 不过三人 也差不点 猜出两人间的关系了 陆辰看了看 鼓着腮帮子的小莲 又看了看裴殿 惊愕道 小莲 你们 哼的一下 话还没问出口 裴殿以快笔光速的速度 站在了小莲的身边 嘿嘿笑道 说 小莲的爹爹 已经同意我们的事了 现在 他是我的道理 小莲的爹爹 自然是我的阅长大人了 啊 陆辰张着嘴巴 一脸震惊的样子 看着两人 心里就纳闷了 还真是三日不见 刮目相看 啊 这才几天的功夫 小莲和裴殿 怎么就成道理了 见小莲没有反驳的意思 一张精致如玉的小脸 变得比红透了的柿子 有过之无不及 陆辰就知道 裴殿的画中没假 再追问下去 陆辰方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感情而陪某人 就是多年前小莲说过的朋友 这次来自摩海海底 当初小莲被逃房掳走 也是他送的法宝起了作用 让小莲得以脱身 掉入摩海 而随后 法宝市井 也是裴殿把人救走的 陆辰还真没敢小看裴殿 这次竟然是一个四级魔君 还是天魔 陆辰简直无语了 感情而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识一家人了 小莲说道 叔叔 您别理他 他就喜欢瞎捣乱 看谁的先决好 就惦记着弄到手 到了哪儿都是这个样子 叔叔 你帮南国交的太多了 小莲真的不想再见您的了 这是什么话 陆辰对小莲很是喜欢 似乎可以从他身上 找到以前左青汉的影子 假意则怪的看了小莲一眼 陆辰对裴殿说道 行了 拜师的事以后再说 我先去六摩海拍卖行 办正经事 陪电一听有戏 心中狂喜 忙不迭的上前开口道 好累了 师父 您请 您慢点 陆辰这次没有拒绝陪电的尊称 看了他一眼 一边架起摩云 一边听陪电说道 师父 还有一个好消息 这次徒儿可是奉命而来的 师父现在是联魔洞的洞主了 掌管九百里海域 徒儿先行恭喜师父了 我 我 联魔洞 陆辰又是一惊 说实话 他对自己掌管多少地盘 没什么兴趣 连魔洞再大 也比不上自己的小魔都啊 不过 陪电既然是奉命而来 也就是特使了 这让陆辰有些惊讶 他说道 哎呀 想必 您就是海内特使了吧 陪电心里咯噔一下子 谄媚道 别 师父 您老人家可别这么说 弟子哪敢在师父面前拖大呀 这是魔王手谕 师父 您手好吧 白给的地盘 不要才是傻子呢 虽然陆辰不打算搬到联魔洞去住 但至少也管着百多名九级魔帅 哎 不要 白不要 把黑色的御检手御接过来 陆辰收到了怀里 在几人的陪同之下 赶赴摩云岛 到了拍卖行的时候 陆辰看到门口站了一大群人 以许方荣为首的许家人 基本上全都到齐了 南国格荣 许飞院 南国洛平也在齐列 再往后 半巅 张克 以及比较熟悉的洞主 站成一大牌 正等着自己呢 哈哈哈哈 敌人大人啊 您可来晚了呀 许方荣远远的看到了陆辰 比见了亲人还要亲切 离着老远 带着众人笑着相迎 啊 参见地缘大人 半巅张克等人早就得到了消息 知道他现在是九百里洞府的霸主 不敢以下犯上 匆忙失礼 哎 大家客气了 起来吧 陆辰伸手一抚 众人起身 许方荣道 敌人大人啊 六海拍卖行 老夫已经先一步接手了 老夫带大家进去看看 顺便把大人的拍卖行的行功 勤动介绍一下 有劳许老 陆辰定地笑着 在众人的陪同之下 进入了这所让六海高手都梦寐以求的最大拍卖行 身为御魔海的镇行将王 陆辰在拍卖行可以拥有行功一处 大体有几处洞府 位置在拍卖行的后身 由于那里之前是一周的行功 里面的设施和法阵都未拆除 也就留了下来 陆辰进去看了看 比较满意 也就没让人再想改动 随后又是一顿丰盛的宴席 大肆热闹了一天 到了晚上再结束 众洞主回返自己的府邸 陆辰没有离开 带着金修暂时住了下来 许方荣因为许家还有大事 带着南郭格荣等人回到族内 只把南国莲儿和裴店留了下来 顺便让许飞栋负责看守拍卖行 热热闹闹了一天之后 陆辰算是坐稳了九百里霸主这个位置 与此同时 他也正式进入到六海拍卖行中 月朗星熙 到了夜间 就在众人沉醉修炼中的时候 两道人影从将王府底中飞出 直奔后山而去 乌合的月夜 漆漆迷迷 群山在月色的笼罩之下 凸显着静谧与神秘的气息 陆辰和金修从府底中走出 掩饰好了身份 直奔后山而去 飞奔了数十里地 瀑布轰鸣欲绝的声音 渐渐传入耳朵里 黑瀑 陆辰隐藏在黑金之下的神情 紧不住振振激动起来 整整十年了 终于找到了胸脚垫 主人 前面就是胸脚垫 陆辰修煞的事 唯一没有瞒的人 就是金修了 是已找到了前世根油之地 金修也替陆辰高兴 陆辰点了点头说 今天我打听了一下 灵魔金矿卖的黑铺并不多 两处黑铺坐落在同一处的幽谷的地方 就只有胸脚垫附近 你听 前面是不是有两股水流声 金修侧耳倾听 果不其然 嘎嘎说道 嗯 没错 是两股 那就对了 一会儿小心一点 都说此山中有石巨魔 没人敢靠近那里 有什么风吹草动 先逃走再说 陆辰白日里 与许方荣寒暄的时候 隐晦的打听了一下 关于矿脉里的布局 许方荣告诉陆辰 在某个残疚的遗址附近 被六海魔修高手 用大阵封了一只石巨魔 那里既是灵精矿脉的矿疾所在 又是修士们的禁足之地 平日里莫说 在矿脉中开采灵魔精的魔修 魔仆 就连镇守拍卖行的主人 都不可以轻易靠近那里 陆辰不知道禁地是否就是凶脚殿 但他有一种预感 凶脚殿肯定和这里盛产的灵魔精矿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附魔凶杀大阵 寻声轰隆欲绝的瀑布飞鸣声 两人很快找到了黑铺所在的位置 一处依山而立的巨大宫殿 仿佛经历了岁月的蹉跎 已然残疚的不成样子 两旁便是经历了胸脚前世的巨大黑铺 陆辰刚到了外围 便看到冲天的迷障浮动在半空 周遭的雾气浓烈到了极点 饶是陆辰有着绝顶的修为 也要聚起胸眼的法光 才能看见里面若隐若现的行功 此处乃是以天地绝杀大阵 修魔者以胸残为主物 立心性为随心所欲 对自己的欲望执意 非但不加以控制 反而反其道而行 发掘胸残本性中的潜力 所以在魔界当中 一般不会有人利用附魔大阵 镇压魔性 而此处绝杀大阵 显然为了控制某种 连魔王魔尊都无法控制的存在 是以截起附魔绝杀大阵 加以阵伏压制 附魔凶杀 以父为主 利用天地精气 浩海灵气 将某个地方的凶器 尽数的镇压在其中 再利用时间的消磨 一点点蚕食其中冲天的凶性 不用想也知道 恐怕此地镇压着什么大人物 或者 就是传闻中的石巨魔 才让六海王者 联手布阵 而此地方原石里 并没有什么开采灵魔金矿的魔奴 平常人很难抵挡天煞之气的影响 时间一长 即使唯魔也要凶性毕露 本心全尸 好厉害的杀阵 主人 我感受到 里面好像有千军万马 搏鸣厮杀 今修修鬼道也有万载 体内所存 九幽明灵 数以百万计 死怨之气 雄魂不已 可是此时看到 附魔凶杀大阵 跟陆臣一样 免不了心中恐惧之感 陆臣点了点头 神念一放 记起法觉 四处搜索了一番 果然 跟白天李许芳荣所说的一样 灵魔金矿固然重要 但是 除了外围拍卖行 布置下来的人手之外 以矿戟为中心的十里方圆 并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不是用不到 而是 根本没有人可以在矿戟附近 待上太长时间 加上外围和六海高手 布置的法阵 除非魔尊高手亲临 否则 只有拍卖行后殿一条路 才能进入此山 这是通行牌 拿着这个 可以在附魔凶杀大阵中 待一炷香的时间 陆臣把许芳荣交给他的 阵行将王法牌取了出来 说实话 要是没有通行牌 即使陆臣想来一窥究竟 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你在这守着 我进去看看 有什么动静 马上试警 陆臣叮嘱了一声 驾起乌煞云 飞向附魔凶杀大阵 到了阵前 二话不说 将通行牌寄出 黑漆的月色中 一点黑光 飞快亮起 转而消失 前方谷口的位置 那种冲天的迷雾 突然被通行牌的法力 轰出一条缝隙 杭伯的煞气 从其中涌出 有如万千恶魔 在面前飞舞呼啸 好浓重的煞员 胸脚垫里面 难道还有什么大秘密不成 陆臣心下一阵窃喜 暗叹当初 如果不是突发奇想 想要追查有关 左倾汉和胸脚前世的隐秘 今天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不来这里 就会错失如此磅礴的天地煞员 来得好 杀入到缝隙当中 邓同于进入另一个空间 远远的记忆中的胸脚垫 慢慢的变得清晰 陆臣的情绪也跟着激动起来 不过他没有急着进入殿中一关 而是站在幽谷殿外半空中 隶隶隶的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两侧黑铺 淹水蒸腾 有黑潭水在天降的瀑布轰击之下 泛起淡灰泛红的烟云 鸟鸟飞声 竟然受到此地天地煞员的影响 幻化成一只又一只凶悍的魔脸 冲着自己咆哮 胸脚垫的后方山体上 布满了拳头大小的晶石 每一块都蕴藏着极重的煞气 正是品质最为上乘的灵魔金矿 顺着山体蔓延下去 灵魔金矿就少了许多 有很多都掩埋在山体当中 只能用元神才能察觉到 陆尘闭目出神 念头一动 使本尊元神出窍 透过山体钻进去飞了一圈 发现一条大大的矿疾山脉 隐藏在地下 这矿脉基础大约有三里方圆 以胸脚垫为开始 蜿蜒到东南方向 到了另一处的幽谷方才停止 矿脉下 零零落落的灵魔金矿石并不多 有很多随着山中煞源的流转 正逐渐的改变着质地 是以六海传闻中 百年运矿的说法不假 这些矿石 本身就是普通的立魔石 经过煞源的改造 方才成为煞气充盈的高等矿石 冰者 凶器也 只要是法宝都避免不了运层 杀天绝地的煞气 灵魔金矿之所以被魔界中人推崇备至 正是因为利用灵魔金矿打造出来的法宝 渐渐凶利非常 其实露晨炼气 尤其像杀生这种凶兵都喜欢将本命的煞源注入一些 这样打造出来的法宝更具备凶性 即使品阶低了一点 拿出来还是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震慑敌人 灵魔金矿是同样的道理 他本身就蕴藏极大的煞源 以本命或趋之提纯打造出来的法宝 不但品阶自然而然的提升 还能体现出凶魔力气 为魔界中人最喜爱的宝物 勘察了一下地势 露晨也搞清楚了灵魔金矿的由来 目光投向似曾相识的宏伟宫殿 一腔热火随着他的心绪不住的攀升 露晨脚下的乌煞云 心中煞火 甚至连本命法宝 好空锤和玉瓦空间 都在同一时间从脑海中响起锐鸣 仿佛感受到了同脉的气息 那份愉悦和欢快之感 一致不住的沸腾了起来 连你们也觉得 这里头有什么隐秘吗 露晨飞快换出几大法宝 乌煞云 好空锤 玉瓦空间 黑煞心火 一云一锤一火一瓦 煞光流转 仿佛在回应着露晨似的 雀跃明冻 好像活了一般 好 我们进去看看 满怀着期待 随身带着四大煞宝 掠向胸脚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